一星期一本书 网友读语说 下辈子我希望在一个互不相识的场景遇到老公 然后一板砖把他打得生活不能自理 扭头就走 希望是艰苦盲区 秋水宜人说 之前以为他会为我遮风挡雨 没想到所有的风雨都是他带来的 匿名网友 现在越来越多的女人吐槽 嫁个男人干啥 钱是我挣 家务我做 孩子我管 我还得多伺候一爷们儿 再加上一个吃完饭一推晚 站起来回头看看沙发垫子掉下来都不时一下的大爷 嫁男人干什么 还有一位网友说 姐就是死了 她也别站在我的坟头 别弄脏了姐轮回的路 我就是做了鬼看到她也会绕着走 更别提嫁了 A红 老公是个什么物种啊 我只知道稀里糊涂结完婚以后 家里多了一个巨婴 婆婆把她儿子过继给我了 她是老娘 我是她儿子的新娘 别说来生 这辈子我都想赶快把她过继掉 倒贴也成 累奔 还有一位 婚姻究竟给了女人什么 剥夺了自由 占据了时间 失去了身材 耗尽了青春 在娘嫁成了客人 在婆嫁是外人 每个女人都在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爷们 最后发现啊 那个爷们是自己 冷了 自己家件外套 饿了 自己买个面包 遇到事情了 自己扛 病了 给自己份儿坚强 女人 要像女汉子一样活着 八月桂花香网友说 如果有下辈子 好好读书 孝顺父母 赚好多的钱 可以恋爱 不结婚 这辈子啊 已经有足够的辛苦 为孩子 为家庭 谁都对得起 就是对不起自己 下辈子不想了 要为自己活一次 九月木西 下辈子做一个有颜值 有高智商 会挣钱 不结婚的女人 文文 我肯定是个神仙 下乏来度劫的 等所有的劫都度完了 我就又是神仙了 温柔一刀 如果有下辈子 我希望和他相遇的刹那 掉头就走 恰似如梦 下辈子还是他 我宁愿打一辈子光棍 从女人这些 笑中带累的调侃吐槽当中 大概可以看出 婚姻带给他们的 绝不是婚前想象中的甜蜜 都说 百年修得共枕眠 婚姻这幕戏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那个曾经在婚礼上 一脸娇羞地说 我愿意的姑娘 如今对身边的男人 满肤怨气呢 卖入婚姻前 很多女人笃定 那个她会为自己 遮风挡雨 哪想到 同床共眠没多久 就领悟到 生活的风雨 都是她给的 都是她给的 婚前宠着捧着 婚后埋怨着 吩咐着 让你冷暖自知 让你独自应付 这样的老公 是妻子在无数个瞬间 只涌起一个念头 我要你有何用 我做饭 她玩手机 我洗碗 她玩手机 我扫地 她玩手机 我晾衣服 她玩手机 我给孩子做作业 辅导 她玩手机 处在家里 就像个透明人 深刻理解了 老公等于废物 这个道理 刚做新手妈妈 孩子老生病 压力很大 抱怨了几次 老公理都不理 给她看 妈妈跳楼的新闻 吓唬她说 有时候我也想 一了百了 她看了我一脸 满脸茫然 冒出一句 可不能跳 很难看 真想马上 把她扔下去 感冒 没胃口吃饭 半夜醒了 突然很饿 跟老公说 我饿 老公说 这么晚了 外卖也没人送 我有什么办法 睡觉 睡着了就不饿了 怎么没见你 饿的时候睡觉呢 曾经问过几个朋友 结婚感言 男士这样说 结了婚 感觉自己 活得有温度了 不用吃外卖 生活 静静有条 很滋润 而女人的反馈 是这样的 觉得自己 成了老妈子 洗衣做饭 扛孩子 很多女人 对婚姻失望的 原因之一 大概就是 我拿你当老公 你把我当保姆 如果说 生活琐事 柴米油盐的消磨 让女人抱怨不满 那真正让女人 对婚姻死心的 就是在情感上 被亏待 朋友小倩 有天晚上哭着 给我打电话 说 日子没法过了 原来婆婆和她吵架 老公让她下跪道歉 经过是这样的 孩子脸上起湿疹 婆婆老是用手摸 这天呢 她实在忍不住 跟婆婆说 大人手不干净 老摸会加重湿疹 结果 婆婆又哭又闹 跟自己儿子告状 鼠落儿媳妇 嫌她脏 小倩怎么道歉 都不管用 婆婆的意思是 非要她下跪才行 她当然是不肯 结果老公竟然跟她说 那是我妈 你让着她点怎么了 跪一下 又不会少块肉 小倩说 她没房没车 结婚后 孩子家务 不管不问 我都忍了 以为慢慢会好的 这次我算看清了 她根本就不爱我 不管是非对错 每次都对我让步 舍不得她妈妈 难过一点点 难道我就活该受委屈吗 你以为小倩的老公 是不讲理的绝吗 并不是 她是朋友圈里 出了名的好脾气 人也很大度 然而谁都猜不到 一个在外 温文尔雅的男人 对自己的老婆 却完全是另一副模样 下班回家 老婆做饭晚了 生气 孩子生病发烧老不好 生气 逢年过节走亲戚 老婆没有提前备好礼物 生气 自己妈无理取闹 老婆不愿意 生气 如此这般 小倩 怎么能够不想结束婚姻呢 其实 对女人来说 婚姻中做不完的家事 时常让人不知所措的 婆媳关系 不是最好人的 本以为会玩手向前的男人 总对她以止气势 总让她委屈心寒 才是最大的折磨 对所有人都宽容大度 唯独对自己的老婆 尖酸刻薄 把好脾气都留给外人 反而把力气都留给妻子 这样的男人 无疑是婚姻中最毒的一种 婚姻中 女人不怕吃苦 怕的是 一边受气 一边吃苦 一边付出 一边被辜负 国外网站有个名叫 我老婆不去上班帖子 炸了锅 不到一天 就有六十五万人点赞 其中一位家庭主妇的老公 说妻子不上班 所以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她的老公和心理医生的 对话内容大致如下 医生问 谁给你们一家人做早餐 丈夫说 我老婆啊 因为她没工作 医生问 你的孩子们怎么上学呢 老公说 我老婆送他们啊 因为她不用上班 医生又问 把孩子送去学校后 她做什么呢 丈夫说 一般先想一想 自己要干嘛 趁还没有回家的时候 都做了 比如去缴费 或者去超市 因为一旦忘记做 回家后就又要出门 回家后要给孩子 换尿布喂奶 等孩子睡觉后 去收拾厨房 洗衣服 整理房间 你懂的 因为她不上班嘛 医生又问 那么晚上的时候 你下班回家之后 通常都做些什么呢 丈夫说 当然是休息啊 在银行工作了一天 我很累的 医生又问 那你老婆晚上都做什么啊 丈夫说 她给一家人做晚饭 然后洗盘子洗碗 再收拾一遍房子 喂狗 看孩子做作业 还要帮孩子换上睡衣 哄他们睡觉 照顾小婴儿 换尿布喂奶 半夜呢 也要起来 给婴儿喂奶 换尿布 哎 毕竟 她又不用早起去上班 这样漠视老婆付出的男人 国内外都不在少数 为什么男人总觉得 女人为一点小事 就歇斯底里 试想 付出得不到回应 被漠视被贬低 天长日久 任谁都会心寒的吧 都说 女人嫁对人 就相当于做对了人生大部分事情 因为婚姻对女人生活的影响 真的太大了 结婚后 男人身边 只是多了一个人来爱她 而女人 身边却多了一大家子人 要去应付照顾 娘家不是自己的家 婆家更不是自己的家 受了委屈 生了气 连个地方去都没有 从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少女 到在柴米油盐当中 静染消耗的全能主妇 从柔弱的姑娘 成为在孩子使尿屁当中 摸爬滚打的女战士 从需要被宠着的小公主 到照顾公婆 处理家长里短的家庭润滑剂 婚姻对女人来说 是场以小博大的冒险 身边的男人 疼惜她 懂她 心是暖的 付出也值得 若本该保护她的人 反而对她不管不顾 冷如冰霜 她又凭什么任劳任怨 不吭一声 为什么结婚后 越来越多的女人后悔了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姑娘 不愿结婚了 大概因为 在太多的婚姻中 女人忍让了许多 付出了许多 妥协了许多 却没有得到 与之相匹配的幸福 树叶是一天天变黄的 人心 是一点点变凉的 男人们 别再让那些 为你操劳家务付出的女人 寒心了吧 因为 真正走的 那次关门的声音 最小 一旦一个女人心死了 离开了 就再也 不会回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